中國儲罰了6家嬰兒配放奶粉公司,其中多數屬於外資,罰款總額為1億088萬美元 這是中國最大的反壟斷罰款之一,這些公司由於價格操縱和違反競爭做法而受到儲罰 較早前這個迅速增長的行業受到了大規模的深入調查 中國對來自美國、法國和新西蘭的嬰兒配放奶粉公司及一家中國企業進行儲罰 較早前中國的全國經濟規劃機構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 對這些公司的商業行為進行了長達5個月的調查 已受到儲罰公司包括美國的美讚神公司罰款3300萬美元 法國達能的附屬公司多美茲罰款近2800萬美元 和新西蘭的恆天賢被罰款64萬5000美元 法改委價格監督檢查與反壟斷局局長許崑林向中國中央電視臺說 罰款額度是根據各公司去年的銷售額 以及他們在調查中的合作態度來確定的 中共有9家公司受到調查 我會反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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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辨成 我會反應 也會反應 我會反應 不断